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徐晓宇,在美国读大三,学校是Lafayet College 然后我的专业是化学Double一个化工 我其实很早就喜欢旅行,因为小时候就是总会看一些像国家地理的那种书 第一次自己出去玩去的是埃及和土耳其 到现在为止我去过全世界的七大洲和五大洋的四十多国家和地区 我穿越过两次中国的无人区 一次是可可西里,还有一次是罗布泊 去了很多就是有古迹的地方,比如说埃及,比如说秘鲁的马修比丘 比如说摩洛哥的菲斯古城,然后像智利的福和街岛 还去过一些就是自然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南北极 然后非洲的塞隆盖地,还有像七里马扎罗这些地方 我为什么想自己一个人去,原因还是挺多的 就是感觉会比较容易吧,然后因为人多的话不好协调 比如说我想去登一座山,就是登山会很难 登到一半的时候,如果你的队友发现体力不行了 因为他是你的朋友,非常不好决定,你是陪他下来,还是你自己一个人上去 自己一个人出去,刚开始不太习惯,但后来就还是蛮享受这种过程的 我是在去年八月份,就去年八月份登的奇里马扎罗 整个登顶大概是用了七天的时间从山底爬到山顶 然后两天的时间从山顶往下撤到山脚 就是攀登过程是今天上去点,然后明天下来点,为了适应海拔的这样一种变化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登顶那天,一个是冷,真的是特别冷,风特别大 第二就是海拔比较高,就是让我缺氧 比如说海拔到五千米以上,实际上我每走一步就是要歇一会儿 就登顶途中,感觉有一段时间就已经没有意识了 最大的体验就很不真实,也没想到我会登上去 其实的话首想十年之内登顶出风,于是第一年实际上是奇里马扎罗 然后第二年是俄尔布鲁士风 然后明年我有可能会去登青海省的玉珠风 实际上每年都应该去登座新的山 然后让自己更加的充分适应高原的一些气候 我在研究生方向想去读就是类似于JEOCAM这种 就是地理和化学结合的一种专业 原因有一些比如说我以前知道就是中国科学院有很多人 他们会去比如说去探索或者去定成江源头的位置 然后有些时候有些化学家会去比如说去分析成江源头的土壤 然后去推断出冰川的年代 我以后想干的实际上跟旅行有关 我就比较想干就是旅行和探险和在一起的公司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我特别想去的地方 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在做它 去那么多地方真正给我的启发就是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因为我真正知道我们的世界将有这么的美 所以我每天会很开心 然后等到下一个假期继续去下一个目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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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